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在这个疫情之后 国际之间旅行喷发的2023 使得很多富豪巨股 它本身的巨型游艇私人飞机 成为环保团体抗疫的对象 超级富豪拥有各种各样的游艇 还有他们在短距离搭乘私人飞机 环保团体观察产生的大量碳排放 确实是制造了 使得气候恶化的主要元凶之一 因此他们特别锁定 加大力度抗疫 事实上去年欧洲的四人飞机航班数量 增加了64% 他们产生的二氧化碳 包括了300多万吨这么多 300多万吨就相当于 超过55万欧洲人年平均的碳排放 那么现在各种各样的气候灾情 越来越严峻 除了环保人士采取激烈的手段 抗疫同时采取行动破坏之外 也有很多游客开始思考 有没有可能自己尽量选择减碳观光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位于巴尔干半岛 以16世纪古桥文明的波士尼亚 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跳水大赛 不过在今年还多了一座全新的天空步道 为古城注入新活力 游客踩在步道上 一步步前行 这座玻璃桥盖在山坡上 一摸自行向外延伸35公尺 虽然周围都有护栏 不过站上去还是需要鼓起一点勇气 这座莫斯塔尔市的全新地标 不仅是波士尼亚第一座天空步道 从发起找投资 打造到管理 还全部都是由当地登山车协会一手包办 今年上半年 前往莫斯塔尔大区旅游的人次达到9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三成 而新的步道自夏天开放以来 也已吸引数百名游客到访 走过新冠大流行 各国力拼观光业复苏 不过随着气候变迁 不断加剧野火 洪灾和热浪的风险 也迫使游客开始思考 如何在旅游时降低环境负担 至于所谓的飞行尺路 也就是不搭飞机改踩碳排放较低 交通工具的风潮也持续蔓延 这名欧洲人在泰国境内 打算只坐火车不搭飞机 不过还有一种污染 是极少数人受益对地球来说 却是巨大威胁 惊吓欧美环保团体 对超级富豪奢华 且产生大量排放的生活方式 加大抗疫力度 不只对挺靠在西班牙伊比萨岛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千金 名下价值三亿美元的超级游艇喷漆 并且高举拟消费 其他人受苦的标语 也有不少环保团体跑到机场 阻止私人飞机起飞 根据绿色和平的估算 光是去年在欧洲的私人飞机 就排放了300万吨以上的二氧化碳 相当于55.5万欧洲人的 年平均排放量 然而这些私人飞机常飞的航线 都是以罗马到米兰这种短线为主 其实都是由火车能够替代 目前法国已经禁止国内部分短程航线 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 也在今年宣布 打算从2026年开始禁止私人飞机 TPBS新闻总和报道